拜登處理危機的能力 真是差到讓人無法想像 從頭到尾他都只有一個反應 就是那假的 然後可是對於 每天都有更多的細節出來 而且甚至福斯的記者都已經 整個攝影團隊殺到他家門口 拜託你給我出來講 都沒有出來 就是說你好歹總是要有一個比較 看起來有在回應 他完全相應不理 所以我覺得對 大家看到他內心的恐懼 對 就是說他的支持者 他的支持者有很多都是 因為很討厭川普 所以這種人其實會退縮 他可以 不知有什麼東西 對 他投票的動力 就沒有辦法變得那麼的強 那川普那邊的投票動力 就的確是強大 所以當你拜登如果處理的態度 是這樣的消極 然後好像有一些 搖搖擺擺 隱隱惠惠 讓支持者懷疑說 恐怕真的有鬼 那我覺得那個傷害的確是還蠻大的 而且他現在爆出來的東西就是說 就算是他小兒子犯錯 那爸爸知不知情 知情 如果爸爸知情 可是爸爸為什麼沒有去做一些處理 那是不是包庇了犯罪 那可是如果是戀同這種 這種萬國公罪 就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容忍的犯罪 而你要作為美國總統的人 你可以包庇 哇 這個像話嗎 朱利安尼出示了一段對話截圖 是杭特傳訊息給拜登 跟爸爸抱怨 說我的情人 情人就是他阿蘇 嫂子 嫂子去對心理 他的這個杭特的心理醫生說 杭特的性行為不當 與此同時訊息還提到一位十四歲的未成年少女 而且很可能是拜登家族的小孩 哇 那這個事情就很大的醜聞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說你什麼開車違規而已 這東西它是很嚴重的指控 而且我們看到就是朱利安尼直接這樣講 十四歲少女 在美國來講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而且在道德上都有問題 而且聽說畫面是他在吸毒 那我認為我們從長年來看 如果今天我是杭特 那我爸爸拜登現在還有九 雖然領先 可是領先有限 然後有九個搖擺州 有可能就翻盤 這個時候有人指控說 這個杭特你是有這個行為 應該第一時間內不但要出來 大力的澄清 表達憤怒 這是斬雞頭 斬火雞頭都可以 要表達 這個不可以 這個有任何的灰色空間 可是杭特現在人間蒸發 拜登不敢面對這個事實 那這會讓人家覺得說 哎呦 你是不是心虛 我認為紐約市的這個 朱利安尼 他是拿他這輩子的輕欲 還有他這輩子累積的政治成本 跟你賭啦 你們要相信誰 到時候我東西一撼出來 一翻兩瞪眼 那我覺得那川普 那這樣拜登的選擇 可是真的有東西嗎 如果沒有東西 我覺得他他不敢講那麼斬丁 講斬丁截鐵 對 斬丁截鐵 那還有就是說你看 還有一個人不見了 賀錦麗 賀錦麗也不見了 整個都不見了 然後現在整個拜登就是說 我認為就是他的這個進選幕僚 因為不曉得這個水有多深 就是說這個腳踏下去 如果整個跌到水裡面去怎麼辦 杭特他在 因為他的哥哥叫做波伊 波伊在2015年 腦癌去世 然後他後來就跟他的這個 比如說大嫂 海莉兩個人都在一起 那時候他的老婆叫凱瑟麗 還沒離婚 還有三個小孩 然後你說你覺得這個杭特好 有什麼地方 你偷偷摸摸就算了 他還公開的去接受 紐約郵報的訪問說 我們兩個非常恩愛 非常快樂 紐約郵報 大家知道這次是穿門挺 他可能當初三年前 他沒想過他老爸會選總統 他還主動去跟紐約郵報 不是跟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是挺拜登的 就把他那時候連這點 這點概念都沒有 他就講了 好像還非常的高興 還宣布 結果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從目前看起來 這個杭特的問題的確是很大 是 注意這裡不要 不要把問題局限 你杭特個人的那個私德 應該是這個啦 他的確有問題 他的私德有問題 現在要把他連結到他老爸 老拜登 然後這些郵件裡面 已經把他扯 把老拜登扯進來 第一個他是不是知情 第二個他是不是參與者 第三個更重要 他是不是主導者 那裡面的證據 能不能連到這一點 對不對 那第一個 如果是來自不同的 獨立信息來源的話 你交叉比對 可信度會拉高 一般選民會覺得這個可能性很大 然後現在這個問題就出來 就是說這個不是個人私德問題了 而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然後國家安全的安全問題的背後 是中共用利益輸送來綁住老拜登 然後這個變成是什麼 清洗紅色滲透的一個問題 這是美國國家利益所在 然後在這一點上 台灣應該做一個榜樣 不只是在疫情防疫的好 我們應該也要在清洗紅色滲透上面 給美國做一個榜樣 好 這個剛剛講說跟拜登有沒有關係 今天有一個航特先前 在中國事業的合作夥伴 叫做包布林斯基 他今天發出聲明 他說他是電子郵件 電郵門裡面的收件人之一 他說拜登不僅知情兒子的事業 還參與其中 還參與其中 這事就大條他是收件人 他是收件人 他在參與院作證 他是參與院作證 發表了公開聲明 說那些郵件是真的 對 就這樣子來 他證實 他先接證實 一封先前曝光郵件中 提到的所謂大人物 會記得嗎 H吧 那個預留10%的款項 這位H大人物就是拜登 真的公布郵件出來 這個就大條 對 其實大家之前猜那個H是誰 那如果他是這樣 在這個共證會上面去作證 去講H就是拜登的話 其實這才是真正殺傷力 大條 H是Hunter 那個Big Guy還是拜登 Big Guy 大人物 大人物是那個 那個Joe Biden的話 那就真的大條了 為什麼 因為就剛剛嘉樂聰講的沒有錯 當在討論那個Hunter的私德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拜登有沒有可能退選 不可以退選 他會撐下去 他不要痛載他 他不要痛載他 拜登也不會退選 拜登會想說我還要贏10% 他有10天凍結要這樣 好不好有機會就 有機會撐過去 所以他的答法就是 都不要回應嘛 他不要回應的時候 讓大家以為 那看能不能是假的